昨天看到德国的IF奖啊 就是设计界的奥斯卡呢 前100名有31名让台湾人给包办了 真的是台湾之光 其中呢看到了这个发明 很多开车的朋友呢进了停车场啊 在那边一层楼一层楼在那边转啊 到底剩下的空位在哪里找不到啊 就有大同大学的学生呢 设计了这款聪明停车卡 你进去的时候感应一下 卡片上面就会标示出来 空车位到底在哪一区 绕了一大圈 左逛右绕找停车位 驾驶集得上热锅上的蚂蚁 但怎么找就是找不到 现在学生发明一种停车卡 上面会注进你的停车位子 这样就不用花时间找车位 轻松停车咯 这个新发明叫做好聪明停车卡 原理是在停车格设置红外线 或者是重量感测装置 当感测到车位没车时 就会通知电脑主机 等驾驶抽停车卡时 空格资讯就会印在票卡上 让驾驶人一眼就知道 哪里有空位 节省时间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么久吗 对 因为市区不好停车 由大同大学学生设计的 聪明停车卡 驾驶人听了都觉得很方便 而这个创意还拿下 德国IF设计概念大奖第二名 得到20万元奖金 而台湾学生的设计创意 也在国际大方一财 中文新闻 黄宝彤潘兆文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